因为真爱和平 我们回首战争 一方 辛亥革命中声明确起 军阀混战中左右逢源 抗尔战争中守土苦战 解放战争中日渤西山 虽独霸山西三十八载 最终却落荒孤大 渺却残生 百战经典系列节目 民国军阀档案之 山西之王 严西山 因为真爱和平 我们回首战争 大家好 欢迎收看百战经典系列节目 民国军阀档案 民国大小军阀 你方称罢 我登场 不胜美举 但与国民党新领袖蒋介石 同样出生于理财之家 同样东渡日本学习军事 同样参加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 同样历经辛亥革命军阀混战 统治大陆 败退台湾 堪与蒋介石 齐名笔尖的国民党四朝元老 却只有一人 这个人就是严西山 严西山如何在辛亥革命中 举起反清旗帜 如何在军阀混战中纵横摆河 如何将山西建立成独立王国 又如何从连共抗日到反共清日 今天的节目 就让我们一起来解读 这位独具一格的山西王 严西山 严西山自百川 好龙池 1883年10月10号 出生于山西省五台县河边村 一个以经商为主的小地主家庭 六岁入私塾 八年间读了四书五经等儒家联记 1897年 15岁的严西山辍学 随赴严书堂到城内自家开的 基庆长前铺学生 参与放债收息 其金融投机 1898年年底 严西山父子在一次金融投机中惨败 被迫逃回河边村躲债 1899年 无所事事的严西山 只得入本村免费的一熟读书 严西山在私塾学了将近十年 这十年使得他接受了 比较完整的旧式教育 形成了他这个 儒家传统文化的知识结构 在他的讲话和著作中 我们到处可以看见 他引用四书五经的句子 但是这也造就了 他一生无法更改的那种 封建主义的思想 后来留学日本期间 他又接受了军国主义思想 这样这两种思想就共同构成了 严西山思想的这个基调 这个基调呢 对后来严西山一生的所作所为 非常重要 不过严西山在村里读书的时候 他可没有想到 十多年之后 他会成为山西的头号人物 当然了 他也想不到 这个时候呢 与他们家隔阂相望的那个 叫做永安村的小村庄里呢 多年以后 也出了一个响当当的人物 山西自古以来 他就是兵家必争之地 因此呢 也就名将辈出 你比如连波 关羽 还有著名的杨家将 还有平书里经常说到 胡家将 都出自山西 那么到了20世纪上半夜呢 山西军界的最有名的人物 严西山当然是其中之一 但是呢 何对岸的 他的这位老乡 比他还要厉害 这位老乡呢 就是大名鼎鼎的 徐向前元帅 连严西山都很佩服徐向前 觉得他有军事才能 所以在抗难初期的时候呢 他还着意结交徐向前 希望徐向前能为他所用 不过严西山最想不到的 就是后来领兵攻打太远城的 正是徐向前 这也算是历史的巧合了 1901年 山西副办武备学堂 严西山一举考证 入校学了三年的军事 其步兵操点和国本成绩 均名列前茅 后被保送到日本留学 1905年 为挂奔中国东北和朝鲜的 日俄战争 在东北境内爆发 腐败无能的清政府 竟厚颜无耻地宣布中立 留日中国学生受到很大刺激 其间 严西山拜托了康有为梁启超主编的中国魂 初步形成了反清救国的革命思想 同年10月 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潮的影响下 严西山加入孙中山领导的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政党 同盟会成为首批会员 1909年26岁的严西山 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六期毕业回国 任山西陆军小学旁教育 二十世纪上半夜 中国的政界 军界 包括文化界 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 就是当时很多明早一时的著名人物 都有留学日本的经历 拿现在的话来说 很多都是从日本回来的海归 那么严西山也是其中非常有名的一个 在留日期间 他多次拜会了孙中山 而且在黄兴的介绍下 加入了同盟会 那么严西山加入以后 又介绍了他日后的老搭档 国民党三七省省长赵歹文加入了同盟会 在日本陆军师官学校学习期间 严西山也认识了一大批人 这些人后来在日本的军界 在清华战争中 都是臭名昭主任 也比如说 他的教官里面 有一个人就是扮演这次了 他的学员队长 就是后来清华战争中 日本法队出租名的司令 高层名的司令 那么还有一个臭名昭主的大特务 土肥原贤二 他是严西山的同学 而且仔细算起来 后来和严西山较量了三十年的蒋介石 实际上还应该算严西山的晚辈 因为蒋介石比严西山晚四年到日本留学 晚三年加入同盟会 所以按照这种资历来说 蒋介石曾经有一段时间 见到严西山称呼他为前辈 1909年11月 从日本回国几个月后 严西山参加陆军部举办的 留日归国士官生会事 成绩位列上岛 被刺陆军步兵科举人 并授予相当于少尉的 携军校军险 1910年 严西山任山西新军第43协第86标 相当于上校团长的标 并同其他同盟会员 秘密进行了革命活动 1911年辛亥革命期间 严西山率部参加派人起义 杀死山西巡护 陆中起义 被推举为山西独主 12月13日 清军攻占娘子关 严西山决定兵分南北继续战斗 亲率军民一步北上随远 1912年1月 严西山率部 攻克牢筒 严西山的生日是农历的9月初八 而太原起义的时间 公历10月29号呢 农历刚好也是9月初八 这是个巧合 就在这一天 严西山呢 在太原发动起义 光复山西 升任山西的都督 这一年呢 他刚好是28岁 可以说是少年得志 那么参加辛亥革命这一段呢 应该是严西山一生中啊 最光彩的一夜 后来这个 这个孙中山视察太原的时候啊 曾经说过这么一句话 他说啊 武昌起义 不半载 尽告成功 此时 山西之利 严军百川之功 唐飞山西起义 断绝南北交通 天下事 未可知也 那么 作为严西山啊 他是因缘际会 登上了都督宝座 但是 能够得到 孙中山这样高的评价 当时在国内 应该说是 绝无仅有的一夜 攻克包头前一个月 南北一和已经开始 严西山在清军大军压境面前 认为原胡广总督 时任清政府内阁总理大臣的 袁世凯 手握重兵 而且将接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 整个政治天平 已经倒向了袁世凯 于是 一面请求孙中山给予知识 一面致喊袁世凯说 如果袁能协同军民 颠覆地质 然后扶正共和 与民更使 则用袁为中华民国 第一任大总统 1912年2月12日 清帝退位 清朝对中国的统治宣告结束 3月 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 4月 严西山返回太原 仍以都督名义掌握山西的军权 8月 同盟会等五团体正式改组为国民党 在北京召开成立大会 严西山被推举为参议 但在历史的洪流中 严西山选择了投靠 袁世凯 逐渐退去了辛亥工程的光环 逐步施展了前铺学会的投机伎俩 在南北两派之间左右逢源 严西山在政治舞台上 第一次给大家展示了 金明帐房先生的形象 由于袁世凯对革命党人恨之辱 严西山4月1913年春 宣布脱离国民党 之后又解散了山西各县的 国民党分社机关 袁世凯称帝后 于12月21日 封严西山为一等侯 袁世凯的倒行逆施 遭到了全国人民的反对 但严西山仍不遗余力地 站在袁世凯一边 1916年3月22日 袁世凯被迫撤销帝制 袁世凯竟然说 拥戴袁世凯称帝 乃是根据孙中山的指示 为了保存北方革命力量 而采取的措施 6月6日 袁世凯在幽剧中死去 7月 袁世凯改任山西独军 从1912年到1916年 这四年多的时间里 袁世凯在政治上 主要是投靠袁世凯 但是这一段时间 严西山确实也展现了 他的很多的过人之处 比如在发展山西的经济军事方面 这方面还是比较突出的 因为当年孙中山视察山西的时候 看到山西这个媒体驾驭天下 就说过 说方金世界是钢铁世界 有钢有铁可以自制武器 以供全国扩张五倍之用 那么袁世凯就把这句话记住了 所以上个世纪 一二十年代 太原 汉阳 还有沈阳 被并称为中国军火生产的三大起立 另外在反对外门独立的问题上 严西山也多次向袁世凯通电 提出要防沙俄反分裂 当然了 后来因为袁世凯也防着严西山 怕他借机扩张地盘扩通军队 那么也就是不了了之了 他曾是热血沸腾的爱国精英 好比从勇献身革命 他也是老谋深算的民国军阀 重兵在握 独霸一方 辛亥革命中声名雀起 军阀混战中左右逢源 汉尔战争中守土苦战 解放战争中日国牺牲 随独霸山西三十八载 最终却陆荒孤岛 扭曲残生 百战精铁系列节目 民国军阀档案之 山西之王 阎西山 早在民国初年 阎西山就向时任陆军总长的段祺瑞 投了梅生铁 百断为师 袁世凯倒台后 失去靠山的阎西山 转而投靠段祺瑞 1917年 总统李渊宏和国务院总理段祺瑞之间 发生了府院执政 7月1日 辩子军张勋借机进京复辟 阎西山响应段祺瑞 马场逝施 出兵反对复辟 7月12号 击败张勋 段祺瑞得以重新执政 因阎西山积极追随段祺瑞 于九月兼任省长 从此筛西的军政大权 即严之一身 但段祺瑞拒绝恢复 被袁世凯废弃的 中华民国临时约法 9月1日 孙中山下令讨伐段祺瑞 展开护法战争 阎西山却站在了断位 派进军第一旅混成旅长 商阵率部 互相参战 结果全军覆没 雍元称帝 与反对护法的相继失败 迫使阎西山接受教训 奉行三不二要主义 即不入党 不问外省事 不为个人权利用兵 要服从中央命令 要保卫地方治安 阎西山由此开始了 长达十年龟缩三进 经略山西的历程 期间 他多次拒绝参加军阀混战 使山西维持了数年的和平与安定 山西十年的休养生息期间 就对山西的进攻 1926年3月 又将占领燕北地区的国民军逐出山西 并将自己的势力扩展到隋远 我们知道 1921年7月 中国历史上发生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 中国共产党成立 但是在之前的4月份 山西出了一件事 当时有一批弯阳级的乔民 被苏联遣返回山西 这些乔民向阎西山 递交了一份报告 报告的题目是 苏俄共产党怎样统治人民 这篇报告对苏联共产党和社会主义政策 进行了夸大气质的渲染和攻击 这样就使得阎西山更加把共产主义 视为洪水盟兽 就在党的一大召开前十天 阎西山在他的都军府靖山上 第一次召开会议讨论防空对策 这也就是所谓的竞参会议 竞参会议后来就成了惯例的 每周召开两次 每次两个小时 一直延续到1923年 这样我们就可以看到 这个时候实际上 在延西山封建主义和军国主义的思想基调里面 又加入了反攻的思想 1926年7月1日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颁布北伐动员令 9日广州逝施 轰轰烈烈的北伐战争开始 北伐战争一时 延西山是各派结力争取的对象 在奉系张作霖的威胁和拉拢下 他采取坐审观虎斗的态度 但与张作霖的关系也是若即若离 同时又与冯玉祥重归于好 对南方革命政府也是按送求功 1927年在北伐行事一片大好的情况下 4月12日 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 18日 蒋介石在南京令阻国民政府 与汪精卫分立 延西山冷眼观察 于6月6日 雍蒋巨帮宣布山西意志 悬挂青天白日起 并出任国民革命军北方总司令 同时开始了对共产党的残酷惊喜 1927年对于中国 对于延西山来说 都是非常特别的一年 延西山本人经过十年的折服 从偏安抑郁的山西 到雍蒋益治 终于走上了中国政治舞台的中心 延西山最终选择蒋介石 政治上有他避难请 一方面 晋山会议开了那么多年 就使得延西山形成了 非常坚定的反共立场 另一方面 延西山对当时汪精卫 联俄联共的主张 颇不以为然 这样延西山就走上了 和与蒋介石合作为主流 以反对共产党为主线的 这么一个政治道路 事实上 在之后在大陆二十多年期间 延西山和蒋介石两人之间一直是分分合合 相互利用 他所奉行的所谓的三民主义 实际上是山西版的延世三民主义 用现在的话来说 是三代版的三民主义 1928年23月节 蒋介石自任北伐军总司令 人民冯玉祥为第二集团军总司令 延西山为第三集团军总司令 李宗仁为第四集团军总司令 组织第二级委 延西山率领第三集团军转手违攻 收复大同 占领宝地 并向京津进军 就在北伐节节胜利之时 蒋介石顾及冯玉祥第二集团军 人多势众 故意拉延一封 在冯部韩副局率先攻占北京的情况下 于6月4日 通过国民政府任命延西山 为京津卫戍总司令 至此延西山在北伐中 掌握了禁忌查随四省 和平均两市军政大权 就在延西山被任命为 京津卫戍总司令的6月4日 仓皇退回东北的缝隙头目张作霖 在沈阳西郊的黄姑屯 被日本关东军炸死 史称黄姑屯事变 12月29日 奉系少帅张学良迫于军政压力 顺应历史潮流 通遍东北意志 宣布效忠南京中央政府 中国取得形式上的最终统一 北伐取得最后胜利 通过第二期北伐 延西山从此与蒋介石 冯玉祥与宗人齐名 成为雄聚华北的军阀 那么国民党新的四大军阀 能够努力同心 精诚团结吗 1929年初 国民党召开边前会议 蒋介石拟利用边前全国军队之机 削弱异己 引起了李宗仁和冯玉祥的强烈不满 3月爆发了蒋贵战争 5月爆发了蒋冯战争 均以蒋介石胜利而告终 一年间 严锡山却玩起了进进退退的两面手法 先后出任猛葬委员会委员长 当选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 拒绝就职西北边防司令长官 拖延就任国民政府陆海空军副司令 6月25日 严锡山甚至将抵达太原的冯玉祥软禁 作为筹码与蒋介石跑价还价 但最终没有捞到什么便宜 严锡山对蒋介石的不满也逐步积累 1930年3月14号 原来国民革命军的第二 第三第四集团军将领 一共有57个人通电 拥戴严锡山为陆海空军总司令 冯玉祥 李宗仁 张学良 两位副总司令出兵讨伐蒋介石 4月6号 蒋丰延大战 这一次大战又称为是中原大战 板蒋联军拥有70多万大军 兵力上来开始战略觉得优势 但是他有个弱点 就是财力支撑不足 再加上严锡山 冯玉祥之间 他肯定是配合不好 这样 虽然一开始 整个战局对他们是有利的 但逐步逐步战局就慢慢扭转了 而蒋介石方面 在经济上他又将这财团 源源不断的支持 在战争中呢 蒋介石呢 又不断的对对手进行风化瓦解 战局呢 就慢慢的转向 对蒋介石有利 到9月18号 张学良通电用蒋 率领东北京入关 凡将联军呢 整个形势激短之下 到11月4号 阎锡山和冯玉祥呢 将大势已去 就被迫通电下野 这样呢 中原大战就结束了 中原大战失败下野后的 阎锡山于1930年12月 前赴大连 寻求日本帝国主义的庇护 在大连遮居期间 阎锡山一面总结 从政的经验教训 一面遥控山西的军政大局 由于担心张学良 宋哲源威胁其山西老巢 1931年8月 阎锡山乘飞机 前回家乡河边村 明媚隐居 实则意图加强对山西的控制 读过私塾 管过账法 留过东阳的阎锡山 的确不同于一般军法 他辗转大连期间 将晋山会议以来 创造的独特理论 发扬光大 为他东山再起 寻找理论基础和思想之道 探似群途末路的 阎锡山前回老家六个星期后 迎来了卷土重来的转机 但阎锡山的转机背后 却是整个中华民族的危机 1931年9月18日 日本帝国主义悍然发动 震惊中外的918事变 武力侵占东北 918事变揭开了中国人民 抗日战争的序幕 台上执行不抵抗政策的 蒋介石下野了 下野韬光养晦的 阎锡山上台了 重新掌权以后 阎锡山为了把山西建立成一个独立王国 就开始了一系列所谓的内政外交 对外是清党清军 12月18号 太原学生 康尔旗王这个世卫游行呢 遭到了国民党 山西省党部的镇压 那么阎锡山就 利用这一事件呢 关闭了国民党在山西的省党部 在这以后的 将近三年的时间里呢 阎锡山 又运用政治手关和经济方法 把中原大战以后 滞留在山西的非静系的军队遣送出境 这样呢 整个山西就 他的部队天下 然后呢 又推出什么自强救国 这个实业救国等等口号 颁布十年建设计划 大力的这个 开展这个各方面的建设 应该说呢 这一段时间呢 山西的这个经济社会呢 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恢复 他曾是热血沸腾的爱国亲 好比从容 献身革命 他也是老谋深算的民国军阀 重兵在握 独霸一方 辛亥革命中声明确起 军阀混战中左右逢源 汉尔战争中熟途苦战 解放战争中 日落西深 虽独霸山西三十八载 最终 却落荒孤导 扭却残生 百战经典系列节目 民国军阀当案制 山西之王 延西山 除了国民党内部的威胁 共产党从西部的威胁 延西山还感到了日本人的威胁 1935年 日本帝国主义发动 华北事变 从年初起挑起了 张北事件等一系列挑衅事件 以此为借口 向国民党政府施压 提出了控制整个华北的 无理要求 山西 因为地理位置重要 煤铁矿产丰富 加上延西山 近系军阀实力雄厚 成为日本人的必争之敌 华北事变中游说 延西山挂帅 无省的日本特使 各路说客 可以说是络绎不举 但任凭特使 说客们怎么软硬兼施 延西山总是一副太极身段 忍耐 敷衍 不愿出头 因为他了解日本人的隐心 日本人不但想吃了他的地盘 还想侵略整个中国 面对日本人 蒋介石 共产党三方压力 延西山自以为 在三颗鸡蛋中跳舞 踩破哪一颗都不行 就在延西山举起 一定的时候 红军为了巩固扩大苏区 打通抗人道路 在1936年2月 东路黄河进入山西 举行的东征 那当然 红军的战斗力 或是延西山可以抵抗 在两个月内 很少半个山西 消灭了延西山部队 一万多人 这次行动 就让延西山真正领略到了 红军的英文山战 那么红军的东征 还给延西山带来了 另一件头疼的事情 就是前来支援 这个延西山的 蒋介石的五个师的敌系部队 进入了山西 而且呢 一进就赖的不走 那么到五月呢 红军回十三倍以后啊 毛泽东 写了一封亲笔信给延西山 表示愿意和延西山建立反奖抗日同盟 这个时候就看出延西山的套里来 说实话呢 当时延西山 处境还是比较复杂的 到底是巨奖 还是用奖 是孔日 还是抗日 是反共 还是连共 这个决策还是很难定下来 但是呢 最终呢 延西山日 还是用他所谓的 存在就是真理的这种哲学 权衡在山 做出了连共抗日的选择 一九三六年九月十八日 在九一八事变五周年纪念会上 延西山发起了山西西生救国同盟会 简称西盟会 十月下旬 延西山要共产党员薄一波 主持西盟会的工作 从此 共产党同延西山建立了特殊形式的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十一月延西山命令副作义赵承受 率部北上反击侵入隋东的日本军 组织隋远抗战 二十三日 延西山改变一位防守的首土政策 提出了如复一致的首土抗战政策 隋远抗战被誉为 中国人民抗日新生 1936年12月12号 李隋远抗战胜利不到二十天 又一件大事发生了 西安这边爆发 张学良和杨虎成 对北上西安督战剿攻的蒋介石 实行了兵建 毕奖抗日 那么这个时候 毛泽东又再次写信给延西山 希望延西山能够 以有力之手段进行调停 那么延西山确实也听从了 我们党的建议 多方进行斡旋 积极进行调停 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 为建立国共合作的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还是出了力的 1937年7月7日 卢沟桥事变爆发 日本全面侵华 并狂妄叫嚣 要一个月占领山西 三个月灭亡中国 山西成为抗战前线 而侵犯山西的 日军第五师团主将 正是延西山在日本 士官学校的教官 宛延征四龙 9月初日军相继攻克 天镇 广陵 大同失去屏障 连连得胜的日军 向近北平行关 燕门关一线进攻 企图南下夺取太阳 9月下旬 延西山组织国共两党军队 进行平行关战役 在燕门关 平行关 与日军相持十余日后 因担心五台山 为日军占领 下令从内长城一线撤退 车到太原后 延西山制定 一城野战的策略 面与副作义精手太原 中英 敌强我弱 未能处逼前进 11月8日 华北重镇太原失守 从日军开始侵犯山西 到最后供占太原 这三个多月 延西山为了守住 他的地盘 还是拼了一下 当然了 我们党和八路军 也发挥了重大而积极的作用 比如说 博一波领导的西蒙会 组建了山西青年抗地决死队 后来决死队又发展成为山西的新军 为山西抗战做出了巨大的攻击 8月22号 红军改编为八路军以后 列入了第二三区的序列 那么 9月7号 当时担任八路军1290副师长的徐向前 又陪同周恩来彭德怀 与延西山会见 商谈八路军入境和对立作战的问题 9月25号 八路军115师 在平衡关伏击日军 取得了平衡关打击 打了自抗战以来 中国军队的第一次大胜仗 首战告捷 不但沉重地打击了日军的气眼 而且呢 极大的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战性 因为真爱和平 我们回首战争 这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特务组织 这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杀戮集团 它是神秘与恐怖的代理子 它所制造的血液腥风 换穿了那个风云变幻的远带 打开尘封的档案 还原影师作品中 频频出现的神秘面 扶去岁月的烟尘 告诉你一个真实的军统 百战经典系列节目 风雨飘摇化军统 尽情播出 太原失守后 阎锡山撤退至林粉 着手进行整顿 成立民族革命大学 公布了由薄一波参照共产党 汉尔救国十大纲领 主持撰写的 民族革命十大纲领 1938年2年 日军大军南清 阎锡山经极限渡过黄河 到陕西宜川县 丘陵这遗难 4月 日军在占领 近南大部分城镇 打通通口路之后 便停止对 山西国民党军队的追击 山西战区趋于稳定 进入战略相持阶段 此时 阎锡山采取了 一系列抗战复兴的措施 军事行动上 除派兵协助其他战区作战板 还组织了一些 积极的抗日行动 1941年起 为统一干部思想 又组织了 红颅训练 克难运动 后又推行了 新经济政策 冰农合一政策等等 但这些顺应 时局措施的背后 出现了一些 涌动的逆流 这个逆流 就是阎锡山制造的 反共摩擦 1939年3月至4月期间 阎锡山积极贯彻 实施反共 现共 容共的反动政策 在丘陵镇 召开禁随军政民 高级干部会议 即丘陵会议 标志着 阎锡山内外政策 由抗战初期的 年共抗日 转向防共 反共 和日 1945年8月15日 日本宣布 无条件头衔 中国人民 取得了伟大的 抗日战争的胜利 在这之前 阎锡山为了下山摘桃子 攫取胜利本师 派人到太原 与日军头目商定 日军在原方区 堵住共产党 及八路军 日军直向阎锡山投降 导演了一出 受降投降合谋 行者 居者 有功的惩剧 解放军对 阎锡山 下山摘桃子 威胁我解放区的行为 给予了坚决还击 1945年8月下旬 阎锡山命令 第十九军军长 史泽波 率部1.7万余人 在日伟军配合下 侵入禁忌鲁域 解放区的长治地区 9月10日 解放军发起了上党战役 歼灭国民党军 3.5万余人 有力配合了毛泽东 在重庆 与蒋介石的和平谈判 这是继红军东征之后 阎锡山与共产党较量中 遭受的又一次重大挫败 1946年1月10日 国共两党签订停战协定 但到了6月下旬 蒋介石公然撕毁停战协定 内战全面展开 11月起 至1947年1月24日 被粉碎国民党军队进攻延安的起码 禁忌鲁域 禁随军区部队 在回原延安途中 抓住有力战机 在运动中坚军 取得了焚啸战役的胜利 剑灭湖宗南部2.2万余人 解放进西 1948年3月至5月 禁忌鲁域军区部队 在副司令员徐向前的指挥下 发动零份战役 剑灭国民党军 2.4万余人 解放进南 6月至7月 担任华北野战军第一兵团 司令员的徐向前 挥师北上 发动尽中战役 兼敌7.4万余 完成对太原的包围 太原成为了一座孤城 1948年 清马社公布了 国民党43名战犯的名单 在这份名单里 阎锡山虽然是名列第32 比较靠后 但是他那种反共的顽固性 绝对在这份名单里 是名列前茅 有一组数据 很多说明问题 一颗棺材 阎锡山那时候 是给他自己准备的 他准备与太原成共存亡 500瓶青化甲 那是给他 那500个死士准备 一万多的碉堡 那是给 他的守城部队准备的 当然了 那颗棺材 阎锡山没用 因为他在太原被攻破前 交地某又逃跑了 500瓶青化甲呢 也仅仅是他手下 那少数的死因分子使用了 但是一万多多碉堡呢 虽然是被我们 解放军给攻破了 但是也给我们造成了 三万多人的伤亡 太原战役是从1948年16号发 到1949年4月24号结束 解放太原用了整整的六位远 他的解放呢 比南京的主要还挂 当然了 这中间呢 我们是停了一段时间 因为要赔了其他战争的作战 而指挥打太原的 彭德华徐向前 这两位后来的共和国元帅呢 都是以善于打硬仗 善于打恶仗出名的高级战 他们直接参与了准备 从这一点来看呢 也可见阎锡山的完美 1949年3月29日 顽固不化的严锡山 借口到南京商讨国事 乘飞机逃离 执掌了38年之久的山西 离开太原后的严锡山 出任国民政府行政院长 兼国防部长 苦称残局 先后辗转了广州 重庆 成都 12月8日 从成都飞往台湾 隐居台北的阳明山 青山草庐 1960年5月23日 国民党四大军阀之一的 严锡山病逝于台北 终年77岁 这位乱世诸侯 生前为自己撰写了一幅晚联 有大需要时来 使能成大事业 无大把握而去 终难得大金元 字里行间充满了 对辛亥革命中 曾经荣耀的缅怀 以及对自己在国共斗争中 凄凉结局的遗憾 好 感谢收看本期的百战经典 我们下期再见 他是国民党军统局局长 他所领导的军统 号称蒋介石的配件 中国的盖世态度 他杀人无数 恶名远扬 把死亡游戏 弯转于股掌之中 他的一生跌荡起伏 传奇神秘 就连他的死因 也是扑朔迷离 百战经典系列节目 风雨飘摇 华军统治 军乘车 我代毕 因为真爱和平 我们回首战